你操作一下 那我趁那個時間去傳電子郵件 那你等一下先自己玩一下 我們就是這組菜單下面會有兩個目錄 一個是錄音跟一個是回放 那錄音下面的話就是 它會進入說還有幾分鐘的時間 我現在從主菜單 錄音機 錄音機 錄音 或者是說 那它說錄音的時候你就OK 再按一次OK 沒有還沒 它告訴你這個時間 再按一次你聽到 再按一次 有沒有聽到 不然這樣子你要操作好了 你這樣比較快 現在主菜單的錄音機按中間那個OK鍵 對不對 再按一次 8小時 49分鐘 19秒 好再一次 有沒有這就可以開始錄音了 那它錄到一半如果想要暫停怎麼辦 那就按OK 就按OK 然後那我等一下 這段就保存起來了 就已經保存起來了 等一下我去上完廁所回來就按OK 再繼續 它就繼續錄了 你幫你再按 是不是有一個掉一聲 有沒有 第三段了 第三段 它錄完了 覺得這段OK 就按OK鍵 它會說錄音並保存 你按下去 關閉錄音 保存 關閉錄音 保存 好 今天工作完了 一個晚上我都不錄了 那麼 它那個閒置30分鐘 它就自動關機了 或是你強迫 它那個關機就是長按 長按一直按著不放 你現在按的OK鍵不放 不要放喔 這下個鐘 好 這樣就是關機了 就關機了 然後那等一下我要開的時候 一樣這顆鍵 長按 按OK 你按 長按 大概3到5秒就可以放開了 它要一點時間 不要一直按著 3到5秒就夠了 這是開機車 然後你要上下鍵去選擇道路音 好上下鍵選擇 再往下 收音機 再往下 錄音機 錄音機了已經到 OK鍵 OK 錄音機 正在錄音 移錄時間 0小時 0分鐘 0秒 它已經開始錄音了 8小時 你剛才按太快了 一直按下去了 18秒 沒有關係 現在開始錄啊 關閉錄音 保存 好 再按一下 正在錄音 你按到哪邊 OK 一直按OK 0秒 剩餘 關閉錄音 保存 對 這樣才比較 這樣就 剛剛好像按到旁邊 你剛剛都沒有 等一聲有沒有 有 有 按下去 沒關係 按一下就好 不要一直按著不放 按一下就放開了 按一下就放開了 正在錄音 一錄時間 0小時 你剛剛有點按到旁邊 它就 這個是 告訴你的 就是說 它的狀態裂了 它都按到旁邊這一顆了 好 你要按這一顆 剩餘時間 8小時 48分鐘 這是告訴你現在錄音的狀況 好 再按一下 再按一下就可以錄了 如果這台超不到 我還有另外一台 沒關係 我們先試試看 你先去做你的 你先